一进到橡皮岩管制区 游客除了手机猛拍 不然就是躲在岩石旁的阴影下 躲太阳 没地方躲的 只能像这位民众 身上衣服抖个不停通风 还有这位直接当众脱衣 胜背心 因为实在热到受不了 满脸通红 走路有气无力 不能想象多热 靠海边都这么热 陆地上更是不用多说 然而艳阳下直接路口处 排队人容易长串 动也不动 人人汗流浃背 好一点的还有把伞撑着 没闪的只能咬牙继续撑 这一趟橡皮岩之旅 好辛苦 只能一百个 原来腹地宽阔的橡皮岩 防疫需求 每次只能让一百人进入 这下可好 当天接近中午 排队人容至少已经有三百位 平均每人得排上半小时 甚至一小时才能进入 差点被烤成人干 一肚子火 职业管理单位 非得这么不通人情吗 那规定一百人并不是一定说百分四百都要一百 因为有时候你看那个人流人潮 而且地区很大的时候 你尽量再调和 一个可以管控底下 安全无意的底下 在中四度的人潮的调整 因为不是硬帮 眼看明远冲天 新北市长侯友宜赶紧同意 弹性开放 然而这是考量地广 没有这样条件的 当烈日曝赛 和防疫控管冲突下 民众想要出外踏青 恐怕还是得要多担待 最终利用人敬语 西洋报道